戰略的意義上頭來說 非常非常的重要 東沙距離高雄450公里 搭船約需一天 反而離廣東汕頭與香港距離更近 分別只有260和320公里 位居南海航道核心 它根本就是在台灣海峽的南端 第二個它是在巴士海峽的西邊 第三個又是在南海的北邊 所以說如果從戰略的重要性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它想要進行更多的掌控 特別是海上航道的運送 5月蔡英文總統就職前夕 日本媒體共同社獨家報導 中國大陸在南海一帶 軍事活動日漸活躍 將在8月大規模軍演 加強目標 奪取洞沙 精神達速 雄狀 4月2日 不過我覺得在所謂國家領土 或者是維護主權的角度上來講的話 那麼國防部的力量 事實上是應該要扮演更多的角色 屬於中華民國的東沙群島 在民國99年之前 由海軍陸戰隊駐防 後來改由海巡署接守 如今面臨夺島威脅 東沙位處全球30%貿易航運的必經之處 萬一丟了東沙 恐怕牽動的不只是南海 更是全亞洲的經濟命脈 不只台海 美國軍機和軍艦頻頻頻進出南海 緊盯對岸一舉一動 以色列衛星5月就拍到了解放軍空警500預警機 以及空潛200反潛機 進駐南海永暑礁 從機庫中被移到停機坪 好等一下再來再來 運捕貨櫃每個月來一次 靠港後得用人工接力搬運 裡頭有這個月的生活物資 除了有弟兄吃飯的新鮮食材 還有泡麵 飲料 日用品 全部送到島上的東沙生活館 這是唯一一間福利社 每次補給後 就成了弟兄逛街的好地方 東沙島有柴油電廠以及海水淡化機 近年來隨著海巡接管 也成立了國家海洋公園 淡化了軍事色彩 專項以生態研究為主要目的 2019年內政部更曾考慮開放觀光 眼前東沙不只面臨我國主權 遭受前所未有挑戰 更角入南海美中角力戰局